大家好 又到了长节的日子 我们今天8点多钟就到泄城医院了 我现在关于西藏之院了 感觉长节越来越多 发现现在时间干了 新疆医院 到时候都要多吐了 关节是家里的下来也要一个小时 还是比较辛苦的 现在好一点没有 没事还有两个人都要结货了 我们要结货了吗 要结货了 麻烦了 早上走得太近 医保卡忘记带了 我到底不是跟你说 今天要来提前早一点放到包里面吗 哎 你好怎么了 医保卡忘记带了 哦 医保卡没带没事哦 我们现在可以少医保码 我平时关于是个医保卡 你说这个医保码是什么人 我带你过去看一下 我们医保码的一个领用流程 好的 谢谢 请看 这边的话我们是通过 现在我们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这里办支付宝 微信领取医保码 我们冷脸认证一下会很快的哦 我教你一下 嗯 好了 来 五岁云 你也领一个位 到时候你来干净干嘛 好方便 国家医保服务 在登录 在注册 注册并且登记 开始采集冷脸 这样子就可以使用医保码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到这边领取 哦 好的 好的 预约划号 用医保码 再扫上好了 嗯 对 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门整二楼 副产车看病了 哦哦 还是这个方便 以后不要戴衣服 反正戴个手机就行了 哇 现在的故事 你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有这么方便 哦 不客气 哦 谢谢啊 嗯 好的 哎 哎 我这样给人家干什么 我刚才那么写的 职工医保可以领生意今天 你是不是也是职工医保啊 是啊 我是不是能拿到这个新铁啊 应该可以吧 等下你去做贪心接护的时候 我再去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吧 啊 可以啊 喂 睡床医保局吗 喂 你好 这里是睡床医保 我想执行一下生意津贴的政策 嗯 是的 您妻子参加的是职工医保对吧 参加职工医保或灵活就业医保的话 都包含了生育险 但是生育的时候要正常享受职工医保待遇 然后连续缴费满六个月 就可以申请生育津贴了 那我们是要带资料来你们参考办理吗 嗯 不需要 现在呢 不用你们提交申请了 我们会通过医保信息平台 自动获取医院上传的信息 来发放生育津贴的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如果还有其他医保报销问题的话 也可以再打这个电话咨询 再见 嗯 再见 还有 俊宇 啊 生育这个疫情生你问了没有 问了 我们不用自己去放的 等你生完后直接发放的 现在的政策真的是好 哇 这么方便 真好啊 好开心 方哲 你好 你好 罗师 你好 我们现在又来度场景 我们又见面了 你把手机医保码打开 这里刷一下 哦 你现在咳嗽还有吗 有的 哦 那么在吃什么药呢 这个就得吃那个中药 哦 小孩子胎冻还可以的了 嗯 还可以 挺厉害的 胎冻要关注牢啊 适当的可以吃点钙片 然后要多晒太阳 再主要还是食料 盖含量丰富的东西 像牛奶啊 嗯 豆浆啊 豆制品啊都可以多吃点 还有黑芝麻粉啊 好了 可以付款了 哦 好 这里刷一下 好 好了 你等一下拿着这个医保码 去验血 检查 然后拿药 就可以了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医生 上那个 哦 好 好 你好 你好 我拿哪些药 那个手机那个嘛 那个那个房子 哦 好 谢谢啊 现在看病真方便 下回出来 不用带医保卡了 只要带个手机就行了 刚刚医生说我们检查好了 宝宝好健康 好多人说每次检查都到去死 每次医生也对着宝宝出生更近一点 宝宝宝 你是不是也好开心呢 我跟你爸爸好开心呢 起得这么长 是不是肚子又饿了 是啊 饿了呀 那我们是在这里吃 好像是回家吃 那回家吃 我要你稍给我吃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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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